我的孩子說 媽媽 F5 早晚會出問題 沒關係 今天這個責任他扛了 我的孩子真心 可是絕法給我的是什麼 國家給我的是什麼 沒關係 我待會兒孩子要去園遊 我來幫他檢查行李 他忘了回家沒關係 金方可不可以不要擋著家屬 是不是不給家屬講話 為什麼我們沒有擋過 他的責任他扛 然後跟我媽媽說 那時候他說 媽媽F5早晚出問題 一定要等到他出了人命 金方才會重視 你要不要過來對媒體說話 因為金方擋著好像不讓你說話 沒有 我們沒有不讓他出話 因為我一定要替我的兒子 把這些話講出來 他說 一定要等到出了問題 才有人重視 沒關係 我的孩子贈任他扛 他扛 他扛 沒關係 大人我前面 你不擠我擠 我站起來 找他們來 見過一下 來 見過 你去過一下 你不要這樣擋不好 金方 你們在那擋什麼 是怕... 你要爆料嗎 怕這樣子講話嗎 沒有怕什麼 那為何這邊只要擋你 金方沒有什麼怕 我只是要說出我孩子的心聲 他明知道F5D 已經那麼破舊 那麼老舊 已經是一步可以丟在旁邊 廢棄場的 他竟然還要每天去承受這個壓力 他的壓力誰替他直接解 他有孩子 他有老婆 爸爸媽媽沒關係 我們老了 大海在那邊等著我跳下去就好 我們飛機都有按規定在做 維修跟保養 那事實的原因我們會繼續調查 這個請媽媽我們放下 我們會做好做 不要 今天的事情今天講了 明天就忘記了 媽媽您放心我們空軍 我們空軍一定是保護飛行員為第一 後續我們會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可是今天你們就是沒有 把飛行員的事要命當成第一 你們覺得後面還有別的飛行員 你們將來車子救了你會換嗎 飛行 換了嗎 林建 剛剛在那裡 林建已經沒得換了 你們不會換嗎 你會冒著生命的威脅去開嗎 我坐車從那邊到現在 我也沒有掉眼淚 我覺得我不要掉眼淚 我就把我孩子當作我孩子去原油 我來幫他檢查行李 我看有沒有帶齊 說再多都已經沒有用了 只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遺憾 該面對的就是要面對 可憐的是他的孩子跟他的老婆 我們兩個已經牢牢槌無所謂 我幫您放心 真的我們飛行員捍衛林公司飛行員的職事 我們一定會找出這個事情的真相 官司的話你不用講 不會是修飛機出來 這種話都不用講 你們就要讓你們公司一起做就好了 需要講這些各大話 沒關係 我孩子把行李整理好 他遠遊去了 沒關係 就這樣子啦 不用在那個了 好 謝謝各位 我們會很堅強的 還有就是F5 再有一個下一位遺憾的話 我會替萬猛去跳你們台東的海 媽媽不要這麼說 什麼問題 不這樣子 大家不重視F5的問題啊 不是 目前我們還是為了賺費 還是會 但目前我們是做了 天安全面的特寫 相關的這個失誓 有沒有可以在長期的調查 這遺憾是多少人要去承受 呢 超級自殺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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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